我記得Uber都來了好幾年 最初的時候還沒有UberX 那時候還有UberTax、UberVan 這兩個模式就沒有了 應該就是UberX、UberBlack和7C 看看過去幾年 雖然很多市民都用Uber 越來越多人,越來越流行 但似乎政府都是用一個少溝通的方式去磋商 Uber一直說自己是願意釋出善意 又說願意跟政府談 但我們看到好像是一宗又接一宗的執法 拉人等等 官司又繼續打下去 其實我想問兩位你們會否看到外國有什麼例子 又或者你們認為在執法之外 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是可以處理香港和Uber 或者香港和叫車、網約車 這一類的服務、一個產業的關係 或者怎樣為未來發展 除了執法,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親身經歷 香港很多人說 Uber你要合法營運 你就去拿那個在客取囚的牌 所以是Hire Car Permit HCP 問題就是三年前 其實那個牌照是極度之不合理地難拿的 怎樣為之極度不合理地難拿呢 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交一個Proposal給運輸署 Proposal裡面包括你自己營運的經驗 還有你要證明有這個市場需求 基本上你做那個所謂HCP 你是近乎 真的點對點 你要說明我服務哪裏 在運輸署的眼中 這個跟六線小巴差不多 我聽說是六線小巴 對 為何要有營運經驗呢 他大條道理 但是我沒有營運經驗我怎樣拿呢 或者我有外國營運經驗又怎樣 這個就是運輸署署長的酌情權 但是當時我們也有提出 有些不是很合理的 這個牌照這樣做 現界政府其實最終都做了一點點事 叫做略為開放 就是有一個prevetting procedure 但是其實還是很難的 我想說 當然你去到最後 香港是一個很難改變政策的地方 我經常跟別人說笑 就算北京要23條立法都搞了十幾年 就是我要改整個政策方向 改整個licensing的regime 我也跟別人說 沒得十連八載比較難 你不用說什麼版權條例 也是這樣搞了十幾年 所以香港是很難的 政策環境是很濃郁的 這個就是在設計的 或者說一些外國的經驗 其實如果真的要說Uber 可以在香港自由地行走 其實只有改例 現在始終灰色地帶也好 或者如果跟正條例 甚至政府的角度是不合法的 任何新的嘗試未出現之前 其實都一定不合法 因為那件事未發生 未有車之前就不會有道路條例 未有飛機之前不會有航空條例 所以那件事一定是滯後的 其實 說回外國經驗 譬如現在哪些地方已經改了條例 是合法化的 中國已經是 新加坡已經是 澳洲 英國 美國 以及印度 其實印度今年年初 已經做了合法化 所以看到一些大的國家 已經開始擁抱這個新時代 擁抱這個科技 就是用戶習慣了之後 其實那件事 你無法退回 你是否跟他一起走 還是 我三五兩個月又拘捕二十個司機 三五兩個月又拘捕二十個司機 好像連台灣也曾經撤出 後來又回復了 但是有一些灰色地帶 或者有一些辯法 他也要拿一些牌子 對對對 因為台灣也是民情洶湧 很多人是示威 或者在網上有一些言論 就說要支持他 但是譬如外國國家的經驗 其實他合法化 他不是說 我現在讓你隨便這樣做 譬如 澳洲的例子 其實他有幾個要求 第一 他的Algorithm 是要當地的政府 要有一個檢查 另外 司機要有一個背景 另外 保險是要有一個要求 等等 符合了他才會給你一個牌子 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 你要保障成效 或者保障市民 就不是說一刀切 我不讓他做 而是你覺得哪些地方有問題 大家逐點去看 有沒有一些事情 我可以談到 或者我需要你做了什麼手續 我才可以給你一個牌子 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比較正確的做法 我覺得香港也可以參考 好 我們先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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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